澳洲央行宣布降息码这是七年来第一次连续两个月降息 以因应经济成长减缓还有通膨偏低 澳洲经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澳币未来的走势可能会怎么样 该买进还是卖出呢 理财APP连线访问 南台科技大学财经系朱月中助理教授 朱老师你好 主播及全国听众大家好 是老师澳洲第一季的经济成长只有微幅增加0.4% 年增率是1.8% 这是将近十年来最差的表现 澳洲的经济命脉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第一季会这么弱呢 是澳洲的经济人就产业的属性来分的话 占比最大的是服务业 大概占了75% 那工业带只占22% 剩下的就是农业 榆木业这一类的 好那以产业类别来说呢 最大的三个产业呢 分别是金融保险业带占了8.8% 那矿业跟那个零售服务业呢 都是8.7% 就是说这三个产业其实都差不多 所以呢 就实际上的制造业的部分 其实只占了6% 好那以前呢 澳洲还有自由的汽车品牌叫做Hoden 那但是他在2017年也就官场了 也就是说 就澳洲来说 他几乎没有制造业可言 就是以这些服务业跟矿业为主 那第一季经济成长率会议 是10年来最差 其实呢 我仔细看了一下具象 其实澳洲真的 他什么东西都差 那能够撑住经济的 就只剩下政府的支出 那只靠政府支出 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 因为政府的支出钱也是要靠税收 那政府能够有多少钱可以去支撑呢 这是一个大问题 好那再来就是澳洲的经济结构当中呢 其实就是以支出面来看的话 家庭的消费支出是占最多的 大概占了6成 可是在第一季里面 他只对这整个经济成长率 贡献的0.1% 所以呢 这个家庭的消费不振 他长期的收入成长率偏低 然后再还有就是房价下跌 导致家庭的财富缩水 所以这个影响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大 那再来还有大家都会想到的澳洲的出口 那出口大概占澳洲的GDP的20% 可是呢 从2017年的第四季之后呢 这个出口就一直在下滑 那今年第一季就衰退15% 所以整体看起来 他澳洲第一季经济不好 其实是有很多原因的 老师提到啊 工业占澳洲经济比重不高 同时它的出口衰退 我们也知道澳洲是铁矿砂出口大国 这项出口18年来首度下滑 带动铁矿砂的价格走扬 创5年来新高 这个消息对澳洲来说 是利多还是利空呢 是铁矿砂确实是澳洲的第一大出口品 那单指这个铁矿砂就占了整个澳洲的出口值的四分之一 而澳洲的铁矿砂的最大买家是中国 光中国就买了澳洲铁矿砂出口的八成 可是呢这个澳洲的这个铁矿砂出口是八年度来的首度下滑 倒不是因为中国的需求减少 事实上今年中国的铁矿砂需求是大增的 而且预计今年中国的钢铁产量将会破纪录 那澳洲铁矿砂为什么出口会下滑呢 其实是因为之前澳洲发生的那个热带气旋 也就是我们在台湾是称为台风的影响 所以导致澳洲最大的两家这个铁矿砂公司 就是毕合毕拓跟利拓 他们的产量因此受到影响 那无巧不巧的呢 另外一个铁矿砂大国巴西 它是因为这个水坝的崩溃 就导致巴西最大的这个矿业公司淡水河谷 它的产量也受到影响 而刚刚的巴西淡水河谷跟澳洲的这毕合毕拓利拓 这三家公司正是全世界最大的矿业公司 所以呢我们今年看到为什么铁矿砂的价格会大涨 其实就是因为这三家公司 同时都发生的产量的问题导致供给减少 那刚刚又提到 中国的需求其实是增加的 好所以呢回到澳洲的问题 铁矿砂大涨照理说对澳洲的经济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 可是价格上涨但是产量却减少 导致它整个出口值其实还是在衰退的 所以说对澳洲来说看起来是利多 可是利多它又吃不到 那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是其实刚刚老师也提到一个房地产的问题 让澳洲的经济雪上加霜 澳洲一直以来对房地产政策是什么 为什么后来会导致这个经济衰退呢 是那金融海啸过去的那几年 那些全世界的经济都受到影响 尤其原物料价格崩跌非常非常的严重 好像铁矿砂 刚刚提到的铁矿砂 它高峰的时候一顿可以卖到190几块美金 但是到2015年跌到只剩30几块美金 也就是说大概只剩下不到两折的价格 那澳洲我们刚前面也提到 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金融业 那我也知道金融海啸之后那金融业其实也不好 所以呢这时候澳洲政府 它为了维持它经济的活水 于是呢它就做了一件事情叫做开放移民 那当时开出呢就是 你只要有500万澳币投资 那我就让你来移民 那甚至哦 老师500万澳币大概是多少钱 当时来说因为当时澳币其实很值钱 那时候曾经要到一比 对台币的话大概一比三十 所以和台币大概是一亿五千万左右 对那它甚至喊出一千万澳币 就可以连移民间就免作 反正就是你钱有到位了 你人不用来没有关系啊 好所以呢 讲难题一点 澳洲这种做法根本就是在卖护照 可是呢这么一开放 真的是有效果 因为它就吸引了大量的移民 像我2014年我曾经受学校的指派 前往澳洲做一个短期进修 那时候澳洲的人口跟台湾 大概都差不多都是两千三百万 可是我们知道我们台湾一直到现在还是两千三百多万 可是澳洲现在已经突破两千五百万了 成长得很快 对成长这么快 而且澳洲的人口成长 它并不是因为澳洲人特别会生 而是就是因为这个开放移民政策 吸引了非常大量的移民 而且我查了一下 澳洲这几年的人口成长率是全世界先进国家中最快的 也就跟这个移民政策有关 对就跟这个移民政策有关系 那像我那时候在澳洲的时候 澳洲那时候大概有一百万的中国人跟两百万的印度人 这真的是很可怕的数字 而且那已经是五年前的事情了 那到现在不晓得又成长了多少 好所以刚讲到说因为我开放移民政策 那来了很多的中国人 那我们都知道中国人其实很喜欢炒房地产 那当然到了澳洲以后就大炒特炒 所以我那时候在澳洲就听当地人说 那个雪梨车站附近的那个商伴大楼 虽然地点很好 可是呢大楼当中的一个单位 大概和台湾的二十几瓶 居然可以卖到八千万 这是非常夸张的数字 它只是一个商伴大楼 而不是店面 居然可以卖这么高的 一瓶四百万吗 对一瓶将近四百万 台湾最贵的房子也卖不到这个价钱 所以这么高的房价 当然对经济来说它确实是有贡献 因为这么多人带来这么多资金 可是高房价就导致了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原本土生土长的澳洲人 他们受不了了 房价太高 他们买不起房子也就算了 连房租都大幅的上涨 好 于是呢 他们就开始向政府抗议 所以呢 这个政府呢 在强大的这个政治压力之下 澳洲政府 他不得不回过头来 对中国的投资人设限 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波澳洲的房地产 大概在2017年达到高峰之后呢 就开始下滑 而且这个下滑的速度是非常非常的快 那今年到目前为止 很多的专家预估 虽然已经跌了至少两成下来了 很多房地产专家认为 到今年年底最悲观 甚至还可以跌四成到五成 那就算最热观的专家都预估 还会再跌一成到两成 那也毕竟澳洲土地那么广大 还有9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台湾才36000平方公里而已 那他人口就算2500万 其实也不算多 那过去的高房价 明显就是被炒作上来的 那我们都知道 怎么炒上去就会怎么下来 所以这一点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是房地产下滑民众的资产也缩水了 我们赶快来看看澳币 澳币在八年前曾经来到 以澳币兑换1.1美元 现在却几乎腰斩了 澳洲央行两个月来连续降息 老师这个带动澳币的影响是什么 是升值还是贬值呢 是我们澳币他在2011年的时候 真的是来到了最高峰 就刚刚我们说的 他跟铁矿沙几乎就是同步一路下来 那澳洲在今年6月5号的时候 澳洲央行第一次降息 那降息的时候确实让澳币出现一波下滑 因为在这之前 澳洲其实至少有三年 它的利率已经不动了 你现在突然降息了 所以当然第一时间澳币就开始贬值 那它的最低点是出现在6月18号 我们刚刚说6月5号 第一次降息 然后就一路贬贬贬 那到6月18号的话来到对美元最低的0.6829 所以听众朋友听到最高的时候是1.1 那现在只是0.6829 所以就如刚刚主播说的几乎腰斩 可是呢我们如果再仔细去比对 这个点位呢 其实并没有跌破1月3号所创下的 近10年最低的0.6744 而且就在6月18号出现最低点之后呢 它其实就开始反弹了 那到前几天7月2号 澳洲央行又再次宣布降息 这一次很神奇的 澳币只贬了一点点 甚至隔天就开始升值了 甚至呢这两天 它甚至还几度突破这个0.7的价位 其实它已经有一阵子没有到0.7之上了 所以降息了两次 尤其第二次降息之后 澳币居然不贬反升 这就很奥妙了 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一波澳币扁到这里 几乎已经是跌无可跌了 当然不敢说它一定就不会跌 但是我认为再扁的空间是有限的 除非真的未来又发生重大的问题 是 所以澳币即使现在没有到最低 距离底部可能也不是太远了 那老师觉得澳币应该怎么投资呢 是那就要分说你现在是空手还是手中已经有被套牢的 那如果是之前高点被套牢 因为据我们所知就是几年前澳币对美元突破1的时候 台湾很多人去买澳币 尤其买了澳币保单 对我身边朋友几乎都有 澳币即使用的金融商品一堆 那结果到现在真的就是几乎就是最低点 所以这些被高点套牢的你现在真的不能卖 因为你卖你可能会真的会卖在最低点 损失惨重 对所以说你要继续抱住 你可以用它来买些澳币计价的债券 其实利息还算不错 多少可以收一点回来 那至于空手的倒是一个不错的买点 虽然我们刚刚说澳洲其实还有很大的问题 可是就这两次的这个降息 我们看澳币不太会在往下掉的情况之下 空手的人其实可以考虑分批低价 注意一定要分批 因为我刚刚说的 不敢保证它现在一定就是低点 那尤其刚刚我们前面提到 铁矿砂的价格大涨 刚刚我们也提过 澳币跟铁矿砂的价格 其实长时间是有高相关的 我查了一下它的相关系数其实高达0.76 如果懂这个统计分析的话 就会知道它是一个非常高相关性 可是呢在今年以来这却完全脱钩了 也就是说铁矿砂一度大涨 今年以来已经涨了快六成 可是澳币却在贬值 那其实这就长时间来看 它其实并不合理 所以我会觉得未来澳币 其实是有机会反弹的 只是目前真的很难预估说 还要多久然后会弹多少 是老师是不是也帮我们看一下 这个澳洲的经济前景展望 是那短时间来说 确实它的房地产 确实是一个大问题 我会觉得真的要房地产 一波整理之后呢 澳洲会比较直稳 那但是原物料的部分啊 我们刚前面也提过 原物料是它很重要的一块经济 那现在看到原物料价格 普遍都在回升 尤其我们刚刚也在提到的铁矿砂 所以也就是说澳洲的基本面 就我看来其实没有非常的差 因为毕竟房地产 占澳洲的整个产业来说 不是最大的一块 那金融业我们也知道 今年以来尤其这一阵子 这个其实全球股市 已经慢慢在回升了 那这个对澳洲的金融业 其实有很大帮助 因为澳洲的金融业 有很多是国际级的投资机构 像大家常听的这个凯雷 它其实就是澳洲的公司 所以当全球经济回稳 那股市回稳的时候 对澳洲的金融业 其实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觉得不用太过担心 澳洲的问题 澳洲政府已经很努力的 想要把它这个 这波的下跌止住 所以说我想 未来应该有机会慢慢回升 好 今天非常感谢 南台科技大学财经系 朱岳忠助理教授说明 谢谢朱老师 谢谢